豆豆过来 豆豆,把你的心脏贡献出来吧 兄弟们,这可不是豆豆的心脏 他不愿意把他的心脏贡献出来 这是一颗五斤重的大牛腥 今天咱把它盘了 炒着吃,爆炒牛腥 这个长的是牛腥管 其实这个牛腥管烤着吃还是非常不错 咱把牛腥管给它拿下来 等有时间咱烤着吃 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形状像一只大的蝌蚪 大蝌蚪找妈妈 好大的牛腥 我的心被撕裂了 把这边边搅搅的,咱给它去掉 把这个牛腥给它冲一冲 里边的血水,看 把牛腥切成片 把牛腥观看 把牛腥干净 把牛腥洗得差不多 把牛腥洗得差不多 把牛腥削掉 洗得差不多 把牛腥洗得差不多 把牛腥去掉 羈押一下 切点姜片葱段 再切点小米辣 咱把牛心里边加点盐 生抽 生粉 搅拌搅拌 再加个鸡蛋清 继续的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锅里多来上点油 油温五成热 把牛心倒进去 划一下油 牛心变色地捞出来 热锅凉油 放入姜片葱段 炒出香味点 放入牛心 来点蚝油 生抽 辣椒油 再放小米辣 好了 现在再给它大火的爆炒 略微的翻炒一下 把汤汤汁一收 出锅了 撒点香菜 吃东西是以形不行 吃心就长点心眼 入口感觉 非常鲜嫩 吃起来呢 有一种像牛肉的感觉 味道还不错 冰这个价位 可比牛肉便宜多了 一般来说呢 这个心脏 它是供血的 所以它一般来说 比较腥 味道比较腥 但是呢 咱做出来的牛心 特别好吃 一点都不行 而且呢 特别的嫩 哎呀 好辣呀 绝对的 下酒的美肴 行啊 同志们 今天咱视频就到这吧 我今天怎么着 多来一点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